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友在祝福一对新人的同时 也对斗骁不停地酸 但如果你真的了解赌王这一家人 就会发现 他们根本不会允许白富美爱上穷小子的发声 而是综合各种利益考量 就拿何超连和斗骁这对新人来说 他们的结合 表面上看斗骁是弱势 实则何超连真心不愧 富人永远看的是长远利益 很多人之所以酸斗骁 莫过于他和何超连的身价差距 按照大众的传统观念 斗骁跟何超连结合 怎么都掏不掉高攀二字 毕竟何超连从出生开始就注定不平凡 何超连出生时 赌王何鸿燊已经70岁 在这个年纪 得到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 哪怕三太陈婉真是护工上位 依旧不难想象 何超连在赌王心中的地位 何超连曾说过 父亲喜欢漂亮和孝顺的孩子 而陈婉真从小就教育女儿 一定要乖巧听话 自然而然 漂亮又听话的何超连 很快就成为赌王的掌上明珠 何超连18岁成人礼时 身穿的是价值2000万的礼服 手上带的是鸽子弹 赌王还顺便赠送女儿一套 价值5亿的豪宅 略表新意 不说其他 仅仅只是一场成人礼 何超连就已经超越了云云众生 更不要提后面他从父亲手里分到的遗产了 而在斗宵看来 尽管他10岁就跟随父母移民 长大后又在娱乐圈当明星 可跟赌王最美千金何超连相比 财富积累仍是小物见大物 那么为何两人身家背景差距这么大 三房当家人陈婉珍还会点头斗宵呢 在赌王眼里 子女们的真心和幸福 永远比不过利益最大化 或许正是目睹了赌王对子女婚姻的压迫 三太陈婉珍才更珍惜女儿的幸福 虽然二房蓝琼英和四房连安琪相比 陈婉珍是最老实本分的 但要说起来 这个女人的眼光也是非常毒辣 在斗宵之前 何超连曾有过三段恋情 分别是初恋徐玉衡 男模黄俊豪 以及歌手吴克群 面对校园恋情的徐玉衡 陈婉珍与女儿年纪太小为由 希望何超连战断情思 用她的说法 不希望女儿在不成熟的情况下 做出后悔终身的决定 跟黄俊豪恋爱时 陈婉珍就曾告诫女儿 此人图谋不滚 她不仅查出了黄俊豪的断断情史 更是看出黄俊豪 对家产的贪婪之心 事后黄俊豪的种种 果然证明三态没有看错人 而说到吴克群 大概是何超连最上头的一位 偶像光环加持 外加才华横溢 吴克群很快就把何超连迷的 晕头转向 没想到交往四年后 吴克群却以一句不婚主义 让渴望组建家庭的何超连 伤心欲绝 经历吴克群的惨痛代价后 在娱乐圈素有身世之名的斗霄 自然能入得了陈婉珍的法眼 况且三房历来都是 最明哲保身的那个 当外界认为斗霄家世简单 比不上何超连的背景雄厚时 或许正是三态陈婉珍 看中斗霄的地方 在何家见证无数风雨后 陈婉珍自然明白 斗霄干净的背景家世 职业上又打拼上进 远比金山银山堆出来的二代们 更容易让女儿驾驭和幸福 何超连曾经如此评价斗霄 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专一的人 他真的很好很好 而他之所以如此评价 并不是刻意吹捧 只是因为他见过太多 上流社会的虚伪 赌王在世之时 子女和太太们 顾及他的权威和颜面 不把招数放在明面上 但真正要面对5000多个亿的遗产时 再顾及面子的人 也挡不住利益和财富的诱惑 于是那几年 赌王之家的遗产风格大战 动不动就上演 除了大房之外 剩下的二房三房和四房 哪个都不是善差 2020年 赌王何鸿燊去世 老爷子眼睛一闭 算是再也不用看这群人 未争遗产争的头阔血流 可谁能想到 老爷子刚走不久 各房就摩拳擦掌 大家名人不说暗话 直接把招数都摆在了明面上 争股权 打官司 上公堂 搞舆论 只要能用的手段 都时尚 在这种环境长大的何超莲 他不缺荣华富贵 但也活得心累 除此之外 何超莲目睹过 哥哥姐姐们的婚姻 再加上他本人的感情坦坷 他不是不明白 生在富豪之家 一片真心有多难得 世家联姻 门地匹配 商业利益共享 天价婚礼 这些东西 对于有主见的何超莲来说 早已不是他的最优解 所以 遇到干净简单的斗肖之后 何超莲才明白 男人的一颗真心 到底有多可贵 在何超莲眼里 斗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 就是真诚 他虽然身处娱乐圈 可并未被这个圈子所污染 反而有种出淤泥而不染的 纯粹和干净 而他们的爱情 也如小说中 男女主角相遇的桥段 2018年 朋友饭局相识 当时斗肖告诉何超莲 他们以前在活动上见过 结果被何超莲误以为是搭讪 觉得斗肖的这个招数真老土 后来两人在一起之后 何超莲再提起出现的搭讪 情景 没想到斗肖真的拿出 两人在活动上的照片 那一刻何超莲才意识到 原来斗肖真不是那种随意搭讪的男生 2019年 两人被媒体派到一同出行 斗肖直接大方认爱 哪怕当时他正值事业上升期 依旧毫无顾忌 这种负责又有担当的做法 再次让何超莲感到震惊 他说我以前的恋爱 对方都很忌讳公开 因为担心受不了大家的压力 但斗肖不一样 虽然公开之后他也被扣上一顶软饭男的帽子 可他照样跟何超莲坦坦荡荡 大大方方的示爱 2020年 赌王何鸿燊去世 斗肖那段时间全程陪伴在女友身边 根本不顾及外界的揣测和议论 哪怕大家都说他是为了分遗产而来 也不做出任何避讳 后来大家才知道 斗肖那段时间不仅陪伴何超莲 更是替他尽孝在何鸿燊面前 这一举动大大提升了三太陈婉珍的好感 真诚 孝顺 专一 这些特质能够打动千金的芳心 但是真正让何超莲愿意托付终身的 则是靠斗肖的宠溺和包容 都说豪门婚姻 讲究一个门当户对 以斗肖的绅士背景 自然无法跟赌王千金相比 但如果真的从长远来看 何超莲嫁给斗肖真的不吃亏 第一 何超莲和斗肖三观一致 斗肖曾在访谈里 直言自己对另一半是很挑剔的 女生并不是漂亮 有才华就可以 他妈妈讲过 找女孩不一定要找漂亮 但一定要可爱 因为只有内心善良的女孩 才会可爱 而除了可爱之外 斗肖更希望另一半有共同话题 同样的兴趣爱好 这要求看似简单 但结过婚的人才会明白 遇到一个三观一致 灵魂契合的人有多难 恰好 何超莲对另一半的要求也是如此 他曾在节目里公开讲过 以后找男朋友 对方不必有钱 相反 他并不喜欢有钱的男生 因为见过太多有钱人的虚伪 他喜欢真诚简单善良的人 所以跟斗肖结婚后 想必何超莲一定会非常幸福 第二 何超莲应该不用担心婆媳关系 自从两人大婚以来 斗肖妈妈的气质 直到现在大家都依旧赞不绝口 所以以面由新生 来猜测一个人的性格 不太准确 但不得不说 看到斗肖妈妈的模样和气质 立刻就给人一种大家闺秀 温柔典雅的感觉 跟这样的婆婆相处 反而会比自家那些 以豪门太太自居的长辈 更让何超莲觉得轻松和自在 第三 斗肖完全能够助力何超莲的事业 或许在大家眼里 以何超莲的财富 即使后半生不用工作 他和斗肖也能一辈子高枕无忧 但了解何超莲的人都明白 他并非一个贪图享乐的附加千金 反而希望能够有自己的事业 在这一点上 斗肖则是他非常好的助力伙伴 何超莲喜欢美食 希望做成自己的牛肉面品牌 那段时间 斗肖不仅是试吃员 更是不遗余力地帮女友宣传 何超莲想做自己的潮牌 斗肖就是最好的模特和代言人 最关键的一点 斗肖和何超莲结合之后 赌王千金加上实力派演员的搭档 在娱乐圈的商业价值不言而喻 婚前何超莲就跟着斗肖一起代言了多个高舍品牌 出席各大的时尚活动 并且记录了多个综艺节目 婚后何超莲和斗肖夫妇 估计也会成为各大综艺节目的宠儿 网友都替他俩想好了 从夫妻旅行类到后面生娃 再到情感类综艺 两人要是想参加 估计能接到手软 第四最重要的一点 斗肖对何超莲是真爱 原本大家觉得斗肖是坠血高攀 可随着如今大婚细节的更多透露 大家才发现他是超爱 婚礼布置从头到尾都是斗肖艺人操办 用何超莲的话说 他跟宾客们的感受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惊喜 而参加过婚礼的艺人们 也是对斗肖的用心赞不绝口 莫菲定律讲过一个吸引力法则 你是什么样的人 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 就像何超莲和斗肖 抛开他们各自的绅士背景 本身就是两个优秀的人在一起 至于现在登队的两个人 能够相爱多久 还得交给时间 毕竟一入豪门深似海 这话不仅是针对豪门女人 也同样适用于豪门男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哟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